您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啊,咱们要聊的这个人呢,是这个金川之战 哎,一次金川之战啊,我觉得最有意思,最有故事,最可聊的一个人物 就是这月中旗月将军 有人呢,提这个月中旗报个评 这其中也包括我呀,有那么一点点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觉得这第一次金川之战 这大清国朝廷啊,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 那应该啊,完全是这月中旗一个人的功劳 哎,你看啊,这个第一次这大规模的胜仗 连续攻占康巴达,塔高等山童 之后啊,又长驱直入围困了沙洛奔的老朝乐无为 那这些个战役实实在在可都是这个月中旗月军们领着人打的 哎,即便呢,是这些个功劳啊,还不算大 那么又是谁,只带着13名亲随,只身犯险 跑到这个乐无为老债当中劝说沙洛奔投降的呢? 那不还是人家月中旗月军们吗? 说实话,20年以前呢,意气风发,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不过后来呀,我才能慢慢理解到 像复衡这样的内阁首府被派到前线做了金略呀 那么他起到的作用才应该是关键的 因为仗虽然是将军在打,但是啊,这朝廷给的所有后援 那都是朝廷啊,给这位啊,精略大学士的脸 换句话说呀,您就好理解了 也就是说这些政治家跟朝廷跟皇上要来了钱 有了足够的后援补给 您这前线呀,才能打好仗 这些话说出来呀,虽然有点道理,但是啊,总归有些刻薄 哎,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啊,还说那句话,就是这个齐民问题 这月中旗也是正经八板的民人 祖生不在齐,他也不在齐,后人也没在过齐 这就和呀,这个清朝官场上啊 这清朝朝廷的选官制度有所背离了 咱们在这儿也不用过细的掰扯 因为那段啊,是历史,我们现代人无法改变 那会儿的人呢,他都是比较狭隘的 哎,这清朝统治者他就是满人 所以说呢,他的选官上啊 第一清邪的肯定是满洲 第二呢,在清邪的那就是八旗 然后才是这些民人 月中旗啊,作为一个纯粹的民人 纯粹的汉人这官职在清朝做到如此之大 已然很不容易了 并且呀,不光是月中旗 这月是一门,在清代呀,做的官都不小 有那么一句话呀,叫一门四提督 说的就是月中旗他们家 您看啊,广四川提督 他们家就出了三位 第一位呢,就是这个月中旗的父亲 叫月生龙 第二位自然就是月中旗了 第三位是月中旗的弟弟月中皇 当然了,也有人说是堂弟 还有一位啊,是月中旗的叔叔 叫做月超龙 他可不是四川提督 他做过雍正年的胡广提督 因为这个清代五官的官职很多 尤其是一二品的官职 这提督啊,解释起来呀 大概就是军区司令员 我们都知道这月中旗呀 在这个头被起赴之前 头到金川之前呀,是在家赴贤的 那么他为什么在家赴贤呢 有人说呀,那纯是因为这雍正皇帝心人小 听信了谗言不说呀 还要重用旗人 所以呀,才让这个张广四顶替了月中旗 实际不然呢,我认为这月中旗呀 在青海营中被贬呢 后来又被拘拿到北京 他必定啊,贪功冒进 所以呀,才导致两次被人偷赢结债 结了大逼的驼马粮草 至于对月中旗的处分重不重呢 那当然全取决于当时的大头目 哎,雍正皇帝 要是我看呢,还算可以吧 那必定是啊,没把这把老骨头啊 扔在天牢里 咱们今天呢,主要讲的是这第一次金川之战 无论是有功还是有过之人 后来的命运如何 那不用我说呀,您也能知道 这月中旗是蛰定不会在打完仗之后受到处分 因为功劳都是人家正的嘛 可是啊,在这儿啊,咱们得交代一下 这月中旗在头受到处分 头进天牢之前,他是什么官职 说实话,这乾隆皇帝最后啊 再怎么封赏着月中旗 都没有他当年在雍正朝得到的荣誉高 那么在雍正朝,他得到的是什么官衔呢 首先说是荣誉衔 就是那个昨天咱们说的那个 东宫三师之一的太子太保 你还记得咱们昨天说的这东宫三师 也就是太子三师都是什么吗 这太子的三个老师啊 分别是啊,这太子太师 太子太父和太子太保 哎,早在这个雍正年啊 人家月中旗啊,就有这个荣誉称号 接下来啊,是爵位 那什么爵位啊 三等公爵 您看没有,这傅衡是什么身份啊 皇上小舅子 宝和殿大学是太子太父 小上面还加了个太保 他呀,决志极品了 一等公爵 可您别忘了,月中旗是汉人 完全是靠着军功给自己 正起的这三等公爵 那官职呢 那官职了不得了 大了去了 因为呀,青海有战乱 这月中旗呢,可是 亲命宁远大将军 那妥妥的,正一品 所以说在雍正年的时候 这月中旗呢,完全是人生最巅峰的时期 亲命宁远大将军正一品 然后呢,是三等公爵 还是太子太保衔 后来呀,在军中坏了事 那第一项被罢除的是什么呢 这朝经先收回了三等公爵 把这月中旗呀,直降到三等的侯爵 然后在官衔上怎么处置呢 你这会儿可就不是亲命宁远大将军了 你就暂邪宁远大将军义 也就是说呢,这将军的所有事物 还是由你来处理 但是你已然不是这宁远大将军了 后来呢,这月中旗呀 被锁拿进北京 被打入天牢 到了这个乾隆元年被放出来的时候啊 那就已然是一个老百姓 身上是既无官职 也没有荣誉称号 也没有爵位了 不但如此啊 从今以后这皇上家 不但不发你工资了 你呀,还道歉了皇上家钱 为什么这玩意儿还有道歉的呢 因为呀,你在青海的时候不是丢了皇上家的马匹驼队资重吗 那好吧,这些钱呀都得算在你身上 加在一块儿啊,七十余万两 那这会儿就有好朋友好奇了 说这月中旗还道歉了这个朝廷的钱 朝廷还不给他发工资 那他怎么活着呀 哎,这里边啊,还有个小笑话 我给您讲讲啊 这月中旗呀,有儿子好几个 哎,大儿子叫什么呢 叫岳俊,这个岳俊呢 不是普通人 他呀,在这会儿已然做到了巡抚一级 那可谓是风香大力呀 有人就说了,这样好办了呀 那既然儿子是巡抚 搂吧搂吧,滑了滑了 就够给这个月中旗老君们还账了 可是啊,您拍大腿去吧 赶着岳俊呢,这是个清官 他的政绩,我翻看翻看史料啊 发现,哎,基本上就是 他这个省一闹栽 他立刻就向皇上向朝廷奏报 要求啊,给这个省免税 要不然就奏报,我们这儿又闹栽了 去年欠朝廷那点税收啊,干脆就不还了 那这么一来呢,又有个欠朝廷钱的爹 哎,那这钱是惹定不够花 在这官生官妄方面啊 这岳俊呢,从来没被别人弹劾过 但是啊,每次这利部给这个岳俊的考语啊 都有一条特别不好 什么呢,就是欠国库钱 您想啊,他没有别的贪污本事 他只能啊,是向国库借钱花了 要不这样,广指他这巡抚的钱粮啊 这一大家子,他不够开销的 那么这个岳俊欠国家钱 一直欠到什么时候呢 一直欠到这个岳中旗老君们六十八岁 空氏 那会儿这长子岳俊呢,已然先逝了 乾隆皇帝才降旨 将岳俊身前在巡抚任内应追赔的四千九百余两白银呢 免于追究 所以说您看了嘛,这岳家也官做的不小 实际上这钱没什么啊 咱们啊,讲过年庚瑶 您往前翻份篇的 您知道这年庚瑶有多少钱吗 一对比,您就知道了 谁有德性,谁没德性了 在乾隆年啊,这岳中旗起父之前啊 咱们都知道 这官职啊,绝为一妈到底 是个普通的老百姓了 过这个官家的话呀 在五十一岁的时候,这岳中旗老军们被贬为了数人 回归故里,在成都百花坛的节鲁村居 他呀,还给自个儿的小元起了个名字叫江元 没过几年,这金川之战爆发 这朝廷启用岳中旗老帅呀 这一打呢,还就打赢了 那这乾隆皇帝又是如何封赏这位隐形功臣岳中旗的呢 首先呢,就是荣誉升号,太子少保 完了,不如从前呀 这个,这当年啊,是太保 这太保啊,可是并为东宫三师 这少保呢,完了,叫东宫三少 这东宫三少都是什么人呢 东宫三少啊,是太子少师 太子少保和太子少父 那这东宫三师呢,是太子的老师 可算上是正教授 那这三少呢,也不能算是助教 得算是副教授 可是他总是没有当年在雍正朝的时候 那个太保的弦啊,他分大不是 然后这乾隆皇帝呀,就恢复了岳中旗的三等公爵的爵位 并且呀,还赐了爵号叫做威信 这会儿啊,再称呼这岳中旗 就得称呼威信公,岳中旗了 乾隆十四年八日的时候啊 这金川前线已然彻底平定了 哎,没有什么事儿 这岳中旗啊,就要进京觐见皇上了 这乾隆皇帝呀,也算对得起这老帅 赐这个老帅呀,紫禁城内可以骑马的荣誉 并且呢,在这颐和园内呀 哎,连续数天招见了岳中旗 先是商讨国事,然后是谈古论金 再有主要是分析了一下西藏青海 乃至这个康巴藏区的局势 这岳中旗当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这乾隆皇帝对此呢,非常满意 跟这个侍臣们说呀,爱此三朝老臣也 并且呀,派下西洋的画师 为岳中旗在南书坊画下的一幅画像 就是咱们今天看的这幅啊,岳中旗的配刀立像 咱们前面不还说了吗 这岳中旗呀,老了老了,被贬回家 还欠了这朝廷七十五万四千六百余两百银 这乾隆皇帝大币一勾,哎,免了,不用还了 有一点呀,拖定恩典 还让这岳中旗的两个儿子都进到了大内呀 升为了蓝陵侍卫 那有人就说了,这进为侍卫,为什么不进一二三等 还要进为蓝陵侍卫,这么威莫呢 哎,这您就不懂了,不是 这个民人做侍卫,最高等级就做到蓝陵侍卫 这蓝陵侍卫通常就是对这些民人家族出身的这个 有军功大臣子女的恩典 还有啊,就是各省选上来无举的举人们 也有可能做蓝陵侍卫 那这些人就不在侍卫衔上升迁了吗? 升,哎,一旦升那个其他侍卫衔啊 那就证明你要离开大内了 去外放当官去了 这头二三等侍卫啊 你不是齐人,不是齐人尽之 哎,没戏 换句话说,这头二三等侍卫啊 你这武术好坏与否啊 放在其次 你啊,必须对领袖要绝对忠诚 所以说啊,这个大内高手 大内高手啊 多指的就是这些蓝陵侍卫 话题差远了 咱们接着拽回来啊 咱们继续说岳中旗 咱们在这个系列里啊 我不想最后啊 说到老将军病 把老将军说死 总之这乾隆皇帝还算对得起 这岳中旗老军们 不但啊,给这老军们次师次久啊 还给老军们写了一块贬 乾隆皇帝亲手欲比锁书 我撞油冒迹 这块金匾啊 就挂在岳中旗他们家的中堂上 别人呢,怎么评价岳中旗的一生啊 我不管 我也不想知道 但是呢,我个人认为 岳中旗生活在一个少数民族掌权的 这么一个社会制度之下 作为一名汉人军官 他不但啊,对民族融合 对民族团结是有帮助的 并且对祖国的领土完整 都是有贡献的 关于这一点呢 不知道您怎么看 咱们呀,还是留言区细掰上 得嘞,今儿天不早了 您早些着 咱们呀,明儿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